赵立坚闯祸了 胡锡进改名了 陈光诚惹怒了党 总加速师有人要让他挪窝 最后这事儿最麻烦 影响加速可了不得 甭担心 中共换班头 美国都不答应 为什么呀 妈的加速早冲刺早到终点 全世界啦啦队都准备好了 喊 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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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人快语 天下事儿 京腔京韵 老北京 各位茶友 各位观众听众 大家好 欢迎光临欢乐 醒脑的老北京茶馆 品清茶 听实话 我是李章 您给评评理 刘卓又请假了 话外音 刘卓说 准嫁的也是你 报委屈也是你 你能不能统一下说法呢 您瞅见没有 他还得着理了 给大伙解释一下吧 这刘卓家里边有小孩 公子 老人住的又不是一城市 刘卓又是贤夫良妇 不有贤妻良母嘛 他是贤夫良妇 而且他是孝子 这么一来二去 免不了就得经常请假 他也不愿意这样 兼顾好事业 家庭不容易 咱们还是多理解理解他 行不行 咱言归正传 清茶上桌 段子先行 现在就给您说段子 这头一个段子 必须得给封面人物 崴脚部战狼发言人赵立坚 小赵 对 就是这位 要怎么说 不省心呢 这小赵又给党添麻烦了 其实也不是给党添麻烦 是给自己找了不少麻烦 自由亚洲电台为这事还专门发了一推 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周五 凌晨在其推特上发帖 说 如果微信被禁的话 那么中国人也没有理由保留iPhone和苹果产品了 还有一细节 引起了网民关注 这小编没说什么细节 但是 在赵立坚推文的截图上 用红笔给画了一点重点 Twitter for iPhone 诶 这条推文是从赵立坚的iPhone上发出来的 末了小编提醒了一句 顺带一提 苹果即将举行iPhone12发布会 会否在中国再掀起抢购潮 要说这小编也是做足功课了 每回苹果发布新产品 大陆的苹果店 绝对是挤得人影马翻 就在头一天 27号 中国数码科技评论还在微博上贴出 苹果体验店被挤爆的照片呢 您说尴尬不尴尬 要不赵立坚这消息一放出来 底下怎么翻车了呢 咱听听眼睛血亮那群众怎么说的啊 嘴上说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 华为是给韭菜用的 老爷们用华为丢面子 反美是工作 用美国产品是生活 耿爽一家现在已经在美国了 赵立坚工作这么突出 应该也快了 不有那话吗 人有失手 赵有漏蹄 这小赵这次翻车呀 其实头一天已经有预警了 他大意了 27号 赵立坚例行记者会说了同样的话 很多中国人表示 如果美国真的禁用了微信 那么苹果手机我们也不用了 结果这句话说完就冲上微博热搜第二名了 网民一通追问 请问哪儿的中国人表示的呀 谁授权你代表很多中国人了 小赵也没当回事 直到底下出了一副狠推 川普政府一直敦促美国产业链移出中国 中共政府一直拉拢苹果留在中国 中共发言人的言论会敦促 苹果公司进一步思考产业链移出的问题 这网友还紧着跟贴 赞 坚决支持中共禁用苹果 您瞅去没 这小赵要贪事 加速都加得一尊前头去了 那边军演十场了 又哭又闹的 就为求不脱钩 您这好 帮党玩命往外碾苹果 等着党好好稀罕稀罕你吧 这是28号小赵的小型翻车现场 要怎么说呢 党国战狼六亲同运 祸不单行 28号这天 著名战狼叼盘侠 胡编胡锡进也翻车了 翻的什么车呢 好像是一辆拉醋的车 嗨 醋坛子 撒的哪都是 一个字 酸 也别说 车是翻了 这老胡有收获 意外赢得了一顶新桂冠 什么桂冠呢 醋京 得 混雷新外号 事情还得从28号胡锡进发了一条微博讲起 这条微博是写给一位盲人的 好多茶友认识 流亡美国的山东著名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 陈先生 胡锡进用文字记录了自己那醋坛子车册翻的现场 老胡就说 还记得那个陈光诚吗 8年前去了美国那个山东盲人维权人士 他星期三出现在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为特朗普总统胜选连任 摇旗呐喊 他的方式是攻击中共是人类的敌人 要求美国与西方一道阻止中共的咄咄逼人 然后他说 特朗普总统已经发挥了领导作用 我们需要其他国家加入他的战斗 咱点赞啊 老胡干了个好事 又把这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传递给墙里边闭塞视听的访民了都 接着后边又说 共和党也推损了 找一个中国盲人异见人士给他们站台 陈光诚的话很像共和党教给他的 他对中共的攻击 简直就跟蓬佩奥的讲话如出一辙 您听见没有 这老胡一点不糊涂 彻底看明白了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待中共什么态度 就跟中国出来的正义人士对待中共的态度是如出一辙 整个从一车轱轱里印出来的 再听后边啊 陈光诚显然永远不打算回中国了 他像蔡霞一样 或者说蔡霞像他一样 他们都在美国全力打压中国 并且把攻击中共当成了主攻方向 公然站到了美方一边 做出了中美这场世纪博弈美方的盟友和帮凶的角色 中国社会无论到什么时候 都不会原谅这种被叛递 您瞅见没有 党就怕提蔡霞俩字 蔡教授给党下的结论是政治僵尸 这老胡是哪壶不开 提哪壶 偏提蔡霞 把他给请出来了 那陈光诚惹的老胡打翻醋坛子 这陈老师到底说什么了呀 26号 共和党大会第三天 中国著名盲人人权律师陈光诚受邀发言 陈光诚呼吁世界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 为捍卫自由和民主而共同努力 我给大伙翻译一下讲话全文啊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陈光诚 抵抗暴政不容易 我知道 当我大声疾呼反对中国的一胎化政策 和其他不公正现象的时候 我被中共迫害 殴打 关进监狱 软禁 2012年4月 我逃了出来 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得到了庇护 我永远感谢美国人民 欢迎我和我的家人来到美国 我们现在自由了 中共是人类的公敌 它正在恐吓自己的人民 正在威胁世界的福祉 在中国 表达不被中共认可的信念或思想 宗教 民主 人权 都可能被监禁 整个国家生活在大规模的监禁和审查之下 美国必须利用民主 自由和法治的价值观 集合其他民主政体 共同阻止中共的咄咄逼人 川普总统已经发挥了领导作用 我们需要其他国家加入他的战斗 为我们的未来而战 站出来对抗不公正的现象不容易 我知道 川普总统也知道 但他已经表现出了领导这场斗争的勇气 为了世界 我们需要支持 投票 并为川普总统而战 谢谢 网友德升有句话评价陈光诚律师 说 言由新出 意义生辉 令人感动 川普总统也被感动了 在自己的推特上转发了这段接近三分钟的视频 老中医多重视反重议题 从此可见一斑 当然了 那是老中医画的重点 网友赶紧给老胡加封了新头衔 说 促经附体了 怪不得酸溜溜的呢 人家陈光诚一个盲人 有幸代表华人 参加美国总统大选造势 万众瞩目 您老胡连美国都去都去不了 来了就给你遣返轰回去 说半天胡编胡锡进翻车的微博 其实老胡每篇文章也都有好多吐槽的讨论 这老兄 大概奇 也是特别喜欢娱乐治国 这向治国理政的新思路 跟局座张召忠一打法 以嗨为标准 一嗨不可收拾 要一嗨到底 让他一次嗨个够 往前数两天 叼盘侠就大犯过一回厥词 说白了 还不是厥词 是比较温软的好词 不过这好词赖词搁一边 老胡打乱了统一口径的规律 战狼们可是找不着北了 26号 胡锡进在《环球时报》发表一篇文章 题目是 中国人不反美 历史上美国对中国干坏事最少 不您等会吧 这是胡锡进嘴里说出来的话吗 别急 后边更惊艳 他说 中国人很恨美国吗 老胡常被看成是对美的强硬派 但是我反正不恨 老胡加带了点私货 把战狼给美化了一番 变成了对美强硬派 老胡接着就说 我同意一种说法 美国是历史上对中国干坏事相对最少的列强之一 注意啊 这又是私货 对美国要用负面的表达 比如说 美国给中国干了很多好事 不能这么说 太正面 得说 美国对中国干的坏事最少 既不算完全违背事实 又不会长了美国锐气 灭了自己的威风 您再往下听 除此之外 他还对中国做过不少好事 常常有人举例 说他退还了庚子赔款 将其用于中国的教育 这对英法等其他列强也跟着退款起到了带头作用 这比卷款而走 还是好不少 您听明白没啊 胡锡进完全承认美国对中国做了好多好事 美国把庚子赔款给中国 用于中国教育 对其他列强起到带头作用 多好啊 注意后边啊 但是 最后这老胡又酸了美国一句 比卷款而走 还是好不少 什么意思呢 退回来帮我们发展教育 这事干的还凑合吧 比卷款而逃强点 再听后边 1941年底到1945年美国参加二战那时候 美国强有力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改革开放之后啊 美国是中国的头号开放对象 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所有这些 中国人从未忘记 他们深深烙印在中国人对美国的集体认识中 激奠了中国社会对美国的一份基础性好感 不断参与中国人不同时期对美国态度的塑造 哎呦 您听听这累不累啊 注意啊 这可都是胡锡进自己说出来的话 美国过去都中国这么好那么好 胡锡进门清 完全知道 以前歇斯底里骂美国 那是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当然了 这胡锡进要是光说这些啊 那他那职业生涯也就就此为止了 所以呢 他后边还有话 从二战结束的1945年开始 美国就一直阻挠中国人民选择自己的道路 这又带私货了啊 把中共坑蒙拐骗暴力强制篡党夺权 说成是中国人民选择的道路 后边呢 胡锡进开始施展胡脚蛮柴的套路 把美国后来对中共的接触政策 合作给机会进打WTO 一概说成是积极利用中国 直到眼下贸易战冷战 胡锡进才不得不叹息一声 哎 美国对华态度出现根本性拐点了 啊 深秋来了 冬天的雪花也飘了 这可得给您敲黑板了 后边有重点 美方宣扬他瞄准的是中国共产党 但是中国人不可能相信这种鬼话 在捍卫发展权力的根本问题上 中国社会肯定会是一个坚定的利益共同体 这 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一方面老胡替美帝当了传声统 告诉墙内的屁民 美方宣扬他的瞄准目标谁呀 中国共产党对中共去的 另一方面呢 也对韭菜发出了威胁 咱们可捆绑一块了啊 韭菜你才能活 这叫利益共同体 党要是没了 你们全得完蛋 不得不替老胡遗憾一下 老胡还是老了 没说的点上 这话让小赵、赵立坚说更明白 小赵怒怼蓬佩奥 还有好多别的美国政客 把中共和中国人分开门啊 哎 他就说了 中国人民是中共的铜墙铁壁 等于公开说 中国人民就是中共的保护伞 寄生壳 专门用来挡子弹的 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 谁都别想打破 这网友对胡遗憾的矫情的习文啊 给了两句话 有所求的说 温言细语 所求不遂 破口大骂 日常生活中 这种人啊 就是痞子 绝不可深究 一国家 一群痞子掌控 就成了痞子国家了 哎 可是还没完呢 灰烬爱恨交织的批美文章 最后还有两句话 少数想误导广大国人的公知 请行行好吧 我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他们的根本利益 也大都记在中国继续繁荣上 别糊涂啊 通过搞乱中国求个人之荣 其实他们也是下下之策啊 您看出私货了没有 一 装可怜 装大局 装语重心肠 推心致富 二 继续吓唬 你们利益跟党绑一块了 亦容俱容 亦辱俱辱 到此为止 您大概知道党什么逻辑了 胡锡进忽而哈美 忽而骂美 说法不统一 不要紧 那是根据现实情况 具体采取拉拢还是打击 相应的表情 语气 神态 态度 党在这方面 前科累累 有1000个理由跟美国搞好关系 牛脸就说 想打奉陪到底 但是有的时候 说法统一 在党又是党的生命线 真理部玩命发通告 说 各新闻机构网站 一律以新华社通稿为准 不许自行报道相关消息 那为什么呀 那是信息垄断 方便掩盖真相 这关系 您听明白了吧 最近有个传言 上回没跟大伙说 什么传言呢 将增反习势力 计划联合境外势力 给习近平搞事 趁机把习搞下台 这种暗中的勾当 您想过没有 可能性有没有 何止是有啊 基本就是肯定有 可但是 能不能成功呢 成不了功 为什么呀 习是众望所归 民意就是天意嘛 咱们老说呀 总加速师 把他弄下去 咱们茶友都不干 长期研究美中局势的台湾总体经济学者 吴嘉隆 27日在脸书上发了一篇帖子 他说 在中共内部 现在的局面是 江泽民、曾庆红这一派暂时落下风 目前 房间流传的说法是 江曾派系可能会通过境外势力给习近平挑事 例如在香港 在朝鲜 还说 如果习近平能撑过今年10月 就说明江曾这边败了 吴嘉隆点评 用不了等到11月份 就可以预测江曾一定会败 为什么呀 美国不会让习下台 吴嘉隆说了一下原因 只要习在位 中共绝对没救 习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奇才 可以一手搞垮中共 过去40年的教训让美国清醒了 中共所谓的改革派 都没有办法真正主导中共的路线 到头来也是一场骗局 中国的市场经济在没有民主条件下 斗不过社会主义 只有彻底打垮中共 才能把中国变成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 吴嘉隆就分析 美国已经不再对中共改革派寄予希望了 所以才会说出来 过去90年来 中共的马列主义本质根本就一直没改变 现在明白什么叫美国铁了心了吧 为什么铁心呀 要跟中共针锋相对 处处对着干 都是因为了解了内情了 吴嘉隆做了一个大胆猜想 他说 美国希望习近平继续领导中共 习近平在位 中共很好打 习近平要是愿意认赔 愿意向美国低头 这反而麻烦了 不好下手 美国呀 真不一定希望那样 吴嘉隆表示很有信心 习近平的绰号总加速师 绝非朗得虚名 他确实会加速中共的崩溃 吴先生有信心 茶友们 您有信心吗 好嘞 凝聚正义良知 开启国人智慧 欢迎您订阅 分享 点赞 欢乐 醒脑的老北京茶馆 让这束星光 照亮更多的同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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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